大家好,我是小木 投票机制造商Smartmatic公司 竟然要求鲍威尔律师撤回指控Smartmatic的声明 林伍德大律师霸气回复 他的回复用中文翻译就弱了 我用英文给大家读一遍 这封信用四个字形容霸气四溢 I represent Sidney Powell I've carefully reviewed your letter of December 15, 2020 I'm not impressed Miss Powell retracts nothing File a lawsuit 这封信被小木评为年度最佳信件 荡气回肠,掷地有声 纽约时报在周六引述了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说 川普与鲍威尔、弗林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其他顾问举行了会议 他们讨论了戒严令 川普发推文说 戒严令等于假新闻 只是更多明智固犯的恶劣报道 大家都看到了 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脱离轨道 我猜想从现在开始 左派很可能为了对付戒严令开始舆论造势 无非是讨论戒严令的法律基础了 有没有资格实行了等等 造成民众对戒严令的负面印象 马上被媒体评价为 军中大鳄坐不住了的军方表态出现了 陆军部长莱恩·麦卡锡 和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奈尔将军 在周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写道 美国军队在决定美国大选结果方面 没有任何作用 声明发出以后 网络一片哗然 许多网友认为这两位部长应该立刻被解职 好吧 经历了民间吹哨人 法院议会 现在做选择的机会 已经开始到了军队了 在未来两周 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消息 川普到底在这个期间都做了什么准备 我们只能最后才知道了 我怎么有种感觉呢 川普即使实行戒严法 也会用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来做 只是一种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气氛都在显示出终极手段的接近 拜登过渡小组执行主任亚伯拉罕告诉路透社 他们并没有与国防部同意暂停两周的交接会议 他希望国防部取消这一决定 立即重启交接 国防部对该说法没有置评 拜登团队的心里真的是在打鼓呀 白宫社交媒体总监丹·斯卡维诺 在他的推特连续发出数则推文 只有图片 没有文字 然而这几则推文中的人物照片和白头鹰动图 以及为川普而战的视频 却给人无限的遐想 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沉默中似乎酝酿着巨大的爆发 现在网络上盛传一位美国联合包裹运输公司的女司机说 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军役的儿子在18号被要求 去密歇根州的Grand Rapids报道 当他去报道后 他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表示 他所在的那个停车场上到处都是被调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人员 知情人也说川普阵营中的一个高级人士说 川普总统将在密歇根州 比起法内亚州 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进行有限戒严 因为美国军队将收缴这些州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设备 宪法研究的作者保罗·恩格尔对《叛乱法》做了解释 他说单就这次大选而言 如果各州在选举前就做出了改变投票法 或鼓励非法投票等举动 是违反了自己州的宪法 如果各个州没有在执行自己的法律 而《叛乱法》就是要执行美国的法律 而不是个别州的法律 也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 从法律来讲是符合《叛乱法》要求的执法环境的 这不是违反法律 而是要执行州一级不能执行的法律 说起来有点拗口 总之就是川普可以合法行动的意思了 对军事管制的说法 林伍德大律师的言论也符合了川普团队整体的气氛 他在采访中说 大海怪是某个行动的代号 参与过和正在参与选举欺诈的人 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被刑制依法 这就是他所知道的大海怪行动 这次行动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行动之一 看来林伍德律师也在放出川普即将行动的信号 他说川普总统会让美国人民知道一些事情 川普总统知道中共要干什么 他相信美国民众在未来几天就会发现 川普总统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的几周大家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共产中国 其中可能会涉及到伊朗 也可能会涉及俄罗斯 所以说美国目前是处于战争状态 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 有几起针对美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 他相信在适当的时候 川普总统会做出活用 我们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的人民也需要做好准备 说到做好准备 林友德律师解释说 做好准备意味着每个家庭需要保证 两到四周的水、食品、电池、手电筒 还要考虑保护家人和财产的安全 他认为美国民众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必须意识到美国已经受到攻击的现实 美国这次是为了自由而战 不是内战 我在上周的视频讲到了 现在已经接近川普和美国人民 铁腕拨乱反正和邪恶垂死挣扎的时候了 无论川普做什么 不会有人指望中共和民主党人坐以待毙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这不是内战 这就是一次剿匪行动 为了能短时间结束 川普的行动必须要文准狠 大家还记得做掉伊朗首领的收割机无人飞机了吗 这才是川普的风格 这样才能把损失减到最小 最近川普和林友德律师反复提到中共 他们的目标现在是非常的明确了 不久前爆出的中共女间谍和国会众议员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的很多旧照片被翻出来 看来这个方方是横扫加州民主党政坛 林友德律师今早的另一外一个推文说 大家最近是不是觉得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 告诉你 不要相信任何跟中共走得近的人 不要相信任何反对对大选进行调查的人 他说的已经非常准确了 大家对媒体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最近太阳风网络攻击事件继续发酵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一些美国官员都初出强调两点 第一,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持续的网络攻击 第二,俄罗斯是幕后黑手 在12月19号 川普总统通过推文首次置评太阳风网络攻击事件 但是与上述观点恰恰相反 他说第一,假新闻媒体报道的网络黑客情况 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我已经得到了全面简报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第二,假媒体总优先质疑网络来自俄罗斯 却不敢讨论网络可能来自中国 而现在拜登的表现跟川普团队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12月18号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其他民主人士被捕 是北京对拜登的测试 看拜登和其团队是否与川普政府有不同的反应 文章认为目前习近平应该对拜登的模糊反应感到高兴 这个文章其实写错了 不是模糊反应,是没有反应 这篇文章最后表示 中共会在香港和其他地区继续其霸凌行为 窃取机密,打压一几 只要习近平认为不会付出什么代价 这不仅仅是关系到黎智英的命运 说的很对呀 但是习近平对拜登的压力测试 其实做的也是胆胆突突 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川普还有什么底牌 所以在香港的抓捕暂时都是小动作 在美国不断试探川普的底牌 才是中共的当务之急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官威廉·宾尼 在他的推特列出来一组简单的数字 他表示美国现在的注册选民有2.12亿 投票率66.2% 那么一共有1.40344亿人投票 现在如果川普得到了7400万票 那拜登只剩下6634.4万票了 他说这些数字与我们被告知的情况不符 一个又一个谎言 就好像网友们说的那样 拜登团队灌票太猛 尽管选票已经远远超过了需要的票 但是拜登含泪也得把票数完 小木也非常感谢那些已经在康慨解囊 资助小木频道的朋友们 给小木捐款的网站链接在视频说明栏里 谢谢大家